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呢 林杰 你说你又何必来这么跟我争唱唱啊 我一天也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忘记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你看我身边有女人吗 在我心里就没有女人能和你相比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你和畅畅 我是希望你们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林杰 回来吧 我像以前一样爱你 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长城自然就回到你身边了 我也需要你 你一次又一次让我失望 别再跟我说这些 我们之间的事已经结束了 告诉我 唱唱在哪儿 唱唱并没治好这才不会让你见他 小康 你看看乔乔了吗 屋里呢 小康 乔乔 你看看小雨了吗 怎么了 我该回来 你说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找他吃饭哪儿也找不着了 他能去哪儿呢 你都找了吗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全都找遍了 那咱们再分头找找吧 走 打个车吧 不用了 公共机车挺方便的 这个药是我的同学听说我妈的事以后 托人从国外烧回来的 你交给汪医生 让他看看怎么用 行 唉 你说我这个当医生呢 我自己的母亲病了 一点忙都帮不上 得了 医院的护士都告诉我了 说你骂了几个年轻的医生 而且 还到望童到那儿去闹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跟他们要我妈的病例 她拿话敷衍我 你说我能不急吗 这些个年轻医生啊 不过小王说的也对 我当医生 对病人家属也这么说 可是现在我是家属 人家跟我这么说 我听着就别扭 拓胆的讽刺吧 你呀 别尽瞎琢磨 你应该多去联系联系 你那些老同学 老朋友 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能治咱妈的病 你不尽是些偏方吗 拿出来看看能不能使 咱妈的病 总不能这么干耗着呀 我不正在想办法吗 林杰 来 有什么事儿 我要换车 你又要换车 我希望这回你能同意 我听说 你跟老马又吵了一架 不是因为那件事 我承认 马大夫 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 我确实从他身上 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可是 我们对于急救医生的理解 有着根本的不同 那就是说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一名急救医生吗 我觉得做一名急救医生 不光是要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 也不光是有高超的医术就够了 接着说 其实马大夫太独断专行了 根本就容不下我的意见 他一直没拿我当一名真正的急救医生 我不同意你换车 为什么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作为一名急救医生 医德和医术固然重要 但是他也要学会适应各种人和事 各种环境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适者生存 你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月你的实习期就满了 能否合格毕业 能不能真正成为一名急救医生 马大夫对你的评价非常重要 你明白吧 好了回办公室吧 我一个人在待会儿 有活了 大致 帮我看看林杰怎么还不出来 好 大致 你看晓雨了吗 没有 怎么了 你说这孩子我找了他一圈都没找着 这个晓雨 你们先出车吧别的先别管了 林姐还有一箱子呢 忘了 安静 找着晓雨了没有 没有啊 刚刚能为难说也没看见他 我哪哪都找了 你说他能去哪啊 要不然我先出车吧 好吗 再找找 安静走了 走了 安静 这个给你 电影票 干嘛呀 你别问那么多了 今天晚上的啊 一定得去 你买的 快去吧 别走了啊 拜拜 给你 电 电 电影票 我轻易看 瞧瞧 我还得去找晓雨呢 瞧瞧 你等一下 是 是意大利电影啊 你不是什么电影都喜欢看吗 我现在就喜欢意大利电影 这是法国的 一定得去啊 法国的 法国的 您好请开门 你们来了 感谢感谢感谢啊 咱们叫二零九十块 病人在哪啊 在里面啊 大夫您先别着急 我还有事要跟您先商量商量 我们以前见过 我们认识吗 对不起啊 我眼拙 我看您有点面熟啊 我上次去过你的工地 有个民工触店 哦 我想起来了 那天好像我们还有点误会 真是不好意思 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好像这小伙子也去了是吧 您贵姓啊 我叫林杰 我叫向志祥 咱们再重新认识一下 你好 你们先坐啊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 不用了 您刚才说有事要商量 哦 是这样啊 我父亲啊病了 这几天胸口疼 今儿疼得特别厉害 可是她又不愿意去医院 所以我得打电话啊 给你们请到家里来了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啊 咱们能不能不去医院 就在家里做检查 最好是能在家里把这病给治好了 去不去医院得看检查的结果 我不能下结论 我建议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样更全面一些 说的是啊 能去医院是最好啊 我父亲啊 这一辈子没去过医院 只要你一跟他提医院 他就急啊 我这也没办法啊 林大夫 我建议您最好是啊 别提去医院的事 您要是一提啊 他准跟您急 而且脾气还特大 我们先去看一下病人吧 好 爸 这是急救中心的林大夫 我把他给您请到家里来 让他给您看看病 你不是一直说胸口疼吗 让医生给您瞧瞧 反正这人都来了 大爷 您这胸口怎么个疼法啊 不疼了 我一瞧见医生啊 这病就全好了 啊 你别这么说 让医生给您看看 知道您不爱去医院 这不是把医生给您请家来了吗 我没病 去什么医院 看什么大夫啊 不去 你看您别生气啊 我这不是跟您商量的吗 商量 你都把大夫给我请到家里边来了 你跟谁商量了 啊 你这个臭小子 我 爸 爸 大爷您别激动 快躺下 爸 来 安静 把枕箱拿过来 准备做心电图 爸 您不要紧吧 之前 咱们不去医院 不去医院 您别生气 来 你让开一下 五哥 小宇还没回来啊 没有啊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刚才我看那边水潭边那个箱子小宇 你去看看吧 我去看看啊 我们给了一个水潭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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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潭边 小语 找到了 找到了 小语 看我今天事 我给你把饭热了 渴不渴 小语 嗯 没事吧 没事 那我先走了啊 难得歇一天 你赶快回去吧 平时忙着 我想歇一歇 是真的没事的 心里反得慌了 我啊 送您一个字 来 哥 走了啊 对了 五哥 大志呢 怎么一直没看见他呀 哦 他回去了 那你赶快回去吧 走吧 嗯 走吧 赶快吃点吃吧 大志 好久都不见了 索苏 是啊 好久没见了 我今天来啊 是特意来请你的 你请我啊 不不不 不是我请你 我啊 不够这个资格 我只是个代表 是曹院长要请你 曹院长 对 来来来 先上车 我们啊 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再慢慢聊 好吗 不了 改天吧 我今天还有事 大志啊 曹院长 你好 曹院长 我就知道 你又要推脱 我可是亲自来请你啊 唉 上一次 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就牺牲在你们手术室门口了 救命之恩 我还不该请你吃顿饭 您言重了 曹院长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饭我就不吃了吧 哎 你就别推脱了 再说 我们找你还有别的事呢 是啊 饭吃不吃再说 我早想请你啊 到我镇所来看一看 这一次 你可不能再说不去了 曹院长是专门来请你的 都等你半天了 再说 忠心人多嘴杂 让人看见多不好 好吧 我也正想去您的看看呢 好好好 这就对了 来 快点上车 进来进来进来 快点 林大夫 林大夫 我父亲到底怎么样 经过治疗 你父亲的状况 有明显改善 但是他仍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对不起啊 林大夫 您说这些我听不懂 您就告诉我 这严重不严重 也就是说 你的父亲 冠状动脉供血不太好 应该马上到医院 进行进一步治疗 刚才你也看见了 这恐怕挺难啊 爸 你小子别老算计说 去医院 我说不去就不去 死也死家里边 没说让你去医院 大爷 您听我说啊 您现在感觉虽然好多了 但是您的心脏病 还是挺严重的 应该去医院 在家可不行 好多了 不去了 您真的应该去医院 那万一我们走了以后 您的病情有什么变化 那就麻烦了 是啊 大爷 让您去医院 也是为了您好啊 说不去就不去 露嗦什么呀 谁要再说去医院 我跟他急 哎 哎 爸 您瞧 我哪敢跟他说呀 这个心脏病的特点啊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发作 而且有时候一发作 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您还是劝劝他吧 为了安全 他必须去医院 哎 林大尉 要不这样 过了今天晚上再说 明天一早 我就带他去医院 您看成吗 那辛苦您了 林大夫 让您白跑一趟 真不好意思 我们白跑一趟倒没什么 哎 既然你们坚持都不去医院 那我们只能回去了 不过你还得嘱咐你父亲 千万别过多活动 一定要好好卧床休息 如果再难受的话 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好吧 好 那您给我签个字 签什么字 这字我不能签 我是不是签你们 就不负责任了 签字也是为了 明确表达你们的意见 咱们双方都得为病人负责呀 您说是不是 您说我们家老爷子 推你 大师啊 来好好看一看 我们这的条件不是最好的 但在全市还是相当不错了 就在全国的私人诊所里 像我们这么好的 也是不多见的 关于工资带有问题吗 就不能和大医院比了 也就是外企的普通员工的标准 但是每一次出诊和医疗病人 还都有50%的高回报 完全是属于医生个人的 另外每一年 还有两个季度的固定假期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 是啊 我们为了提高医生的专业技能 还提供了每月轮流出国学习的机会 在我们这儿啊 还经常搞一些交流活动 你看 这不都是为咱们医生考虑的吗 再说 曹院长这么器重你 大致啊 我可是真心诚意地 邀请你来加盟啊 欢迎你成为我们诊所的一员 谢谢您啊 我考虑考虑 还考虑什么呀 这么好的条件 再说 曹院长又这么器重你 让我再想想吧 好吧 小苏啊 这么大的事 得大致点时间 让大致好好考虑考虑 也好 曹院长 您看那个 咱们介绍一下 好 我去处理一下 你们俩看看啊 好好 好的 大致啊 我带你上楼看看吧 好啊 来 这边 张医生 你好 大致啊 你上次救了老曹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感谢你 如果你能来 他会保证你的待遇 而且 比别人要高 怎么样 我最近事挺多的 我再想想吧 你呀 你就是在中心再待下去 到头来也不就是一个组长吗 这件事 我也考虑了很久 后来 终于想通了 到哪不是治病救人呢 是啊 也就那么一说 咱们 趁着这一诊所 刚刚成立 早点进来 将来成为元老 你说你 整天跟他们打交道 你烦不烦啊 跟谁打交道 病人啊 整天没白没黑的出车 你不烦啊 我是出疹出怕了 大致 如果你能来 我觉得 咱俩还可以有个伴 相互照应 是不是 再说 再说 曹院长这么器重你 这件事啊 我认为值得考虑考虑 曹院长好 小叔啊 哎 曹院长 你没说我什么呢 没说什么 我给大致 介绍咱们诊所的情况呢 大致 晚上 咱们一起吃个饭 曹院长 晚上 医疗系统有一个晚宴 咱们一起看看去 吃饭就够了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怎么样 都太好说了 好 我就回去 不好意思 曹院长 我得回去了 我回忠心去一趟 吃饭的事 咱们改天吧 大致 我真希望你能来 和我们一起工作 谢谢你 大致 我请你来 并不是因为你救了我 而是你的行动 让我看到了一个好医生 一个合格的医生 在病人处于生命最危险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就从这一点 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有医德的医生啊 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爸 还没睡了 爸 还没睡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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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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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我说话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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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笑死我,我被忘了 笑死我,你也赶紧活了 就他把我举死了 我更被忘了 这油什么时候涨价来的? 涨了两个天了 去趟厕所 好了,等你啊 你们这原来加油不是送手套什么的吗? 以前送,现在没有啊 到我这就没了 开车啊 主带 那不是一抢抢究过那什么教授吗? 听说竟问人一些什么找打的问题 做什么测试呢? 动起手人了 刚才又被人踢了一脚 打了 肯定为人的女的什么了吧 人呢? 那人呢? 教授 你别罩他了 过来了 过来 干嘛呢? 有点意思啊 教授 您这是什么测试? 挨打测试吧? 我这是暴力和心理承受测试 现在的年轻人啊 这个承受力太低了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不用 安静,收拾一下东西吧 嗯 根据病人发病情况推断 较大可能是心原性猝死 病人犯病后 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一般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几分钟之内无人抢救 病人就不行了 小林大 我爸就是你们害死的 就是你物诊害死的 我要告你 我就要告你 我要让你跟我爸成病 那当时我们确实劝您了 是您父亲不愿意 别说了 就是你们的责任 您先冷静一下 但是我认为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搞清楚老人家的死因 尽快妥善处理老人家的后事 你父亲 毕竟已经去世了 爸 爸 爸 志强 孩子 志强 爸 我能生你夫人生呢 你走得挺早 志强 爸 志强别太着急了 爸 昨天她已经在消息室婚打过一次了 您看是不是需要送医院 稳妥期间我们检查完后 马上送究竟的医院 我没事 卡尔先生 您怎么能说没事呢 您刚才都昏倒了 您啊这是病了 病了就得去医院 知道吗 我没病 我很诚实 不去医院 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没关系的 不用检查 不用 我要工作 来来来 我都坐沙发上 医院会在晚上举行 他怕耽误了自己的演出 可尔先生 您要不去医院做检查 就不能继续工作了 他们也不会让您这么做的 您明白吗 现在去医院就是检查一下 如果晚了他们就要安排您住医院了 那到时候不就更没法工作了吗 这上面也看不出什么来啊 怎么会连续昏倒呢 心肺功能都还很正常 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 会是什么呢 别猜了 我的病就是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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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在教理 用你们的话说 叫病入膏肓 没救了 大夫 他的病已经半年了 发现就已经晚期了 那您还继续工作 我不想死在医院 我想死在我的指挥台上 我还没找到我的音乐 还没把我的inspiration发出来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什么 叫什么道 叫 都可以死 对不起我忘了 是 是 是招文道 西死可以 对 就是这句话 可尔先生 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进行治疗 但凡有点办法 我们都会全力救治疗 我非常佩服您的工作精神 但是 就像你守着自己的音乐 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不肯离去一样 救治您 也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也像您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 我们是大夫 不能眼看着你这样 既然我们今天来了 我们就一定要带你去医院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希望你能听我们的建议 好吗 可尔先生 你还是去检台一下吧 去看一看 好吗 先生赶紧走吧 听大夫的别耽误了 你去 赶紧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来 大家 等等 我有一句话我想跟你们说 也要跟我年轻的童儿 你们还年轻 人的一生最重要就是健康和快乐 你们要随会工作 但是同时要随会休息 有了健康 才能感受到工作者的乐趣 别像我这样到这个地步 想住的 可以做到 谢谢您的忠告 我们记住了 那走吧 来 来 就这个老先生 找不到没个医生 叫不做手术 我来吧 老先生 您找我 老先生 您找那医生找到了吗 找到就好了 上次那个大夫 根本就不行 你不是说要帮我找吗 我到处都给你问了 确实没有您说那个胖的戴眼镜的医生 我知道 你们就是嫌麻烦 不愿意帮我找 老先生 那您也不能不少数啊 这身体可是自己的 大志 已经通知主任了 他一会就来 我知道了 你们就是不想帮我找 我知道 那我就死在你们这儿 看你们怎么办 您着急也没用 连医生的名册都给您看过了 确实没有啊 那我不管 找不着他我就不看病 哎 您 要不这样吧 您再给我说说您要找那医生 那已经说过几百遍了 你找不着他 那说也别说呀 您还是给我讲讲吧 您说他当年救了您父亲 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情况 您跟我说说吧 好 那可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当时我父亲还在世 也是心脏病 我就叫了你们急救站的车 哎 那位医生可真是了不起啊 从我们家 一直到医院 一直给我父亲抢抢 下楼 在车里 到了以后 到了医院门口 还给我父亲 做了最后一次除颤 真不容易啊 多么好的医生啊 就这样 才把我老父亲 从死亡线上去 抢救回来 后来我听人家说 如果当时 要是慢一点 或是稍有舒服 这人就完了 哎 真是个了不起的医生啊 这样的抢救 危险性确实很大 难度也很高 医术是一方面 重要的是要有绝对的自信心 嗯 真是个好医生啊 戴眼镜的胖医生 老先生 您还记不记得 当年进行了几次心脏相调 哎呀 这我可记不太清了 哦 好像是七八次吧 七八次啊 七八次 难道是七进七出 小雨 以后可不能做傻事知道吗 你的父母不要你了 你就更该好好地活下去 你想想 你还那么小 以后段路还长着呢 肯定会有更多的好事 幸福的事本意 知道吗 还要孙奶吗 我在这儿给你拿一瓶 我在这儿给你拿一瓶 给你 小姐 我以后就是孤儿了吧 是啊 孤儿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是孤儿 我就是孤儿 从小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你要比我幸福多了 毕竟你还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 可我呢 我连我自己真正是谁我都不知道 小姐 你别难过 傻丫头 我早就不想了 在这儿工作以后 什么样的人我都见过 有好人 也有坏人 这个世界很大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人 可是我觉得 在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你就说我们中心吧 就都是些善良的人 这急救科呢 就像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就都像兄弟姐妹 有时候啊 我就想 这里可能就是我的家吧 每天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 就是我的亲人 这么想着想着 我就忘了自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了 我也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儿了 你也不是 知道吗 这儿以后就是我的家了 对 这么想就对了 我刚才想了好多 我想等我长大以后 我也要在这儿工作 我喜欢这里 我想以后和你们一样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 你想的还真远啊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听说 过生日的时候许家的愿望 都会实现的 你怎么不早说呢 说什么呀 你的生日啊 我去看看现在几点了啊 九点多了 九点多 乔雨 我去给你买个蛋糕 等一会就回来 你不许乱跑啊 乔乔姐 乔乔姐我不要蛋糕 那怎么行呢 过了今天就来不及了 等着我啊 乔乔 你怎么又把我酸奶喝了呀 明天陪你 白主任 您看这个 老先生 您怎么不同意手术啊 您的病可不轻啊 白白大夫 您就是白中元白大夫 是啊 白大夫 我想起您的名字来了 可是 您好像比以前瘦多了 我记性不太好 您是 我一直在找您 我都来了两趟了 和十多年前比啊 您变化太大了 我都认不出来了 您 您忘了 是您当年救了我父亲 他是心脏病 从我们家 一路除颤到医院呢 哎呀 是您哪 您怎么 气不得气不得了 主任 您真认识啊 是啊 他可说是戴眼镜的医生 啊 现在 不是石兴 戴在里边吗 隐形啊 哎 这也不对啊 还说是个大胖子 以前啊 我是咱们中心有名的大胖子 后来不是得糖尿病了吗 这 这不回事 白大夫 不 白主任 您现在是主任了 好好啊 咱们都多少年没见面了 哎 您的父亲 还好吗 哎 我父亲 早就过世了 他临死的时候啊 还惦记着 让我找到您 好好谢谢您哪 那是我的工作 谈不上什么感谢 当医生的嘛 治病救人 就这么简单 那您这个大主任 今天 能不能给我煮刀啊 我是不行了 现在啊 是他们年轻人的时代了 不过您放心 我给您推荐的大夫 肯定错不了 我信您 我就信得过您啊 好好好